首先就是它在一般道路上穩定度也更好 這部車呢設定的非常成功 乘坐的離不降低的好處 這盒它的地盆 鞋性的運態 大家好我是Marco 今天要給大家介紹的是 美式肌肉車的指標性精神代表 也就是Fort Mustang 福特野馬 Holo R 亞伯亞 那這台野馬呢 它具有三個不同的身份 首先第一它是2020年式的新年式車型 第二點呢是在1965年的時候 福特野馬它正式的上市 所以說今年2020年也是 福特野馬推出的55週年紀念 那這一台呢同樣具備有 55週年紀念版的特色身份 第三點就是在過去曾在歐洲市場 限量推出的Black Shadow Edition版本 在台灣總代理福特六合汽車的 積極爭取之下呢 今年也特別限量30台 導入到台灣 目前據說已經剩下不到10台的配額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一台 Black Shadow Edition 首先在車頭部分 它把原本的野馬徽章呢 改用了一個亮黑色的黑色塗裝處理 所以說呢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這是一輛Black Shadow Edition 同時呢原本影集蓋上方的兩個散熱孔呢 在後方也加上了貼紙 再加上車頂採用了亮黑色的塗裝 而小改款之後新增加的尾翼呢 在Black Shadow身上也是採用亮黑色的塗裝處理 並且Black Shadow Edition呢也在車側兩邊 加上了兩張貼紙 所以說綜合以上的改變呢 就是Black Shadow Edition這個限量30台版本 增色的配備 那這個部分呢要加價3萬元 那聽到這個時候你一定心裡充滿了疑問 哇賽我加3萬元就多了這幾張貼紙 還有一個黑色的車頂 我自己去外面找這個包膜墊貼 說不定都不用3萬 欸不要著急 因為Black Shadow Edition呢 最重要的部分其實是在於 它換上了四個專屬的亮黑色輪圈 那這個輪圈呢跟原本的配置是一樣 是19吋 但是呢造型是不同的 所以說呢如果你喜歡這四個輪圈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這個Black Shadow Edition啊 當然就像我剛剛講的 限量30台已經不到10台囉 有心的朋友真的要趕快入手啊 那Black Shadow Edition的部分呢 到這邊就介紹完畢了 因為它的變化其實都在外觀的部分 車內的部分呢可以看到這個新年式版本 其實它在鋪廠還有配備上 都跟原本是差不多的 包含主備同安全配備啊 多媒體引擎系統等等等等 其實都跟原本是一樣的 但是呢新年式車型配合這個55周年的身份 所以多了有12升到的B&O音響系統 並且在原本副駕駛之後 Monstac徽章的下方呢 也增加了55周年紀念版本的字樣喔 所以說雖然這是一個滿小的改變 但其實相對來說更彰顯它的身份不凡 並且這個B&O以及這個名牌都是無料的升級 那雖然是新年式車型呢 並且是55周年的Black Shadow Edition的這個限量版本喔 但是啊我們今天駕駛的這輛野馬啊 它在動力上啊並沒有做任何的變動 依然是跟原本一模一樣喔 也就是採用了2.3升的 Eco Boost四缸涡輪增壓引擎 並且搭配時速自排的變速箱 最大馬力呢是290匹 最大扭力則是45.0公斤米 換句話說其實它的駕駛感受啊 跟原本是一模一樣的喔 不過我還是想要特別講一下喔 我最喜歡的就是野馬上面 這個多功能顯示的儀表板啦 大家以前可能都對美式肌肉車有一個刻板印象 就是恐無有力 但卻沒有什麼豪華的內裝 也沒有科技感可言 但是現在野馬不一樣啊 它不僅有這個功能非常齊全的中央顯示系統喔 並且它這個儀表板啊 會隨著你的駕駛模式不同 而做出完全不一樣的顯示方式 並且都是對應到你所選擇的駕駛模式 比如說在賽道專用的賽道模式上呢 你就會發現它採用了完全橫式的轉速表顯示方式 因為在賽車場上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就是你的轉速啦 要知道在比賽的時候 你是根本沒有時間看你的時速表 你唯一要注意的只有你的轉速 所以這樣的顯示方式呢 就非常對應到你所選擇的駕駛模式 讓你駕駛野馬的時候 就會覺得特別的開心 特別的爽 那當然在國外列為選配的性能套件喔 在台灣總代理福特六合的佛心之下 一律都是標配 包含有加大的煞車系統 競技化的操控體盤 還有最重要的LSD 從原本的3.15升級到3.55 再配合上野馬特有的長車頭短車尾GT造型 並且是唯一後驅的設計 所以呢其實你很容易就可以做出一些 燒胎呀 甩尾飄移的這種華麗的動作 但千萬要記得這些動作都要在安全的場地下進行 那身為美式肌肉車的精神指標 福特野馬也是目前你在台灣 唯一可以透過總代理買到的一輛美式肌肉車喔 所以呢如果你是喜歡雙門跑車 並且可以接受美式肌肉車這種囂張的外觀 同時還可以接受後座很小的生活方式 那我想福特野馬絕對是你最好的選擇 我是Marco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開啟小鈴鐺 並且點贊我們的CarLinkFB粉絲專頁 我們下次見 掰掰